你知道游戏王中七大地妇神分别是什么吗? 其一是鲁德格所掌控的蜘蛛地妇神乌鲁 其二是卡丽的蜂鸟地妇神阿斯拉皮斯库 其三是迪马克的猿猴地妇神库希略 其四是小屋的蜥蜴地妇神科卡雷亚 其五是波马的虎精地妇神查库查掠亚 其六是鬼柳的巨人地妇神帕克阿普 第七就暂时不剧透了 它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手中 如今龙应者与暗应者的大决战开启 最终的决战场所就是绣星之地 也就是救勇动机的四个控制装置 分别由巨人 蜥蜴 蜂鸟和猴子四大地妇神看守 而最强大的蜘蛛则是看守着勇动机本身 想要关闭勇动机 就必须用钥匙把四个控制装置都给关了 那么问题来了 钥匙是什么? 很简单 钥匙就是五条神龙 接下来就是决斗者的分配了 游蜴主动请鹰去巨人地妇神那里与鬼流两节恩怨 十六夜秋则是选择了代表蜥蜴地妇神的小悟打那场为完结之战 龙可是代表猴子地妇神的迪马克 毕竟古妖龙在迪马克手里必须拿回来 那么剩下的蜂鸟地妇神就是王杰克了 他必须找卡丽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龙应者缤纷四路开始出征 其他三路基本顺利进行 不料问题就出在龙可这一路上 少女还没开战就与精灵世界取得沟通 随之被一束光给带走了 好家伙 导致黑暗游戏开启时只剩龙亚在场 迪马克都猛逼了 说好的龙应者在哪 要知道非龙应者没有红龙之力的保护 根本没可能与地妇神打 不过龙亚根本没有想太多 今天他只能替妹妹出战暗应者 排局就此搞起 龙亚嘴硬拿下先攻 守备表示召唤变形都是磁铁人忧 只要这个怪存在场上对手 就不能把其他怪兽作为攻击对象 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骚年盖的是能让攻击无效的陷阱卡变形 魔法试园只有800点攻而已 让龙亚松了口气 看来这个回合稳了 不料迪马克发动怪兽效果 一回合一次通过将一张手牌送目 就能获得对手一只怪兽的控制权 完蛋 磁铁人被扭走了 接着是魔法试园对玩家的直接输出 黑暗游戏的真实伤害让龙亚直接给跪了 那非常人能承受的疼痛感令人绝望 不过为了妹妹这场排局还得继续撑下去 守备表示召唤变形都是磁铁人了 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迪马克 继续发动魔法试园的效果 把一张手牌送目 来获得磁铁人爱的控制权 中计了 当玩家场上存在磁铁人爱时 所有怪兽就不能发起进攻 骚年还是有点手段的 不过这对于迪马克来说很幼稚 把磁铁人爱解放 上级召唤格斗员 这样不就能进攻了吗傻孩子 在这个瞬间龙亚紧急打开陷阱卡重置拼 通过破坏磁铁人由来强制结束战斗阶段 并且还能从墓地里特召一只等级 比磁铁人低的怪兽上场 特召磁铁人爱 龙亚的回合 攻击表示召唤变形斗士手机人 发动怪兽效果开始拨号 数字是三 就能从卡组翻三张卡 如果里面有四星以下的变形斗士 就能特召上场 有了 特召调整怪兽变形斗士遥控人 搭配魔法卡星术镜像 将磁铁人爱的等级变成和魔法试园一样 用两个怪进行调星 三加三等于六 同调召唤电动工具龙 发动怪兽效果 一回合一次从卡组里随机 把一张装备魔法卡加入手牌 将这张装备魔法破坏后 抽卡装备给电动工具龙 此后有三次机会 如果工具龙通过战斗破坏敌方怪兽时 就能抽一张卡 挥手进攻 掀灭了魔法试园 迪马克终于掉血了 龙亚根据装备卡效果抽一张卡 迪马克真的玩不下去了 这一场太无聊了 召唤黑暗调整怪兽黑暗元 搭配魔法卡黑暗波 将格斗员的等级变成负五星 用场上两个怪进行黑暗调星 负五减二等于负七 由于黑暗元作为素材式玩家 可以抽一张卡 发动抽到的场地魔法接近了森林 当场地魔法出现时 那么距离地副神将领也就不远了 根据场地效果 几方墓地里每存在一只怪兽 原魔王的攻击力就会提升100点 挥手进攻 命令原魔王灭了电动工具龙 龙亚立即发动怪兽效果 将装备魔法卡破坏掉 来让战斗破坏无效化 迪马克大喊那伤害也要吃下 小屁还命真硬 盖上两张卡再陪你玩玩 轮到龙亚的回合 发动电动工具龙的效果 从卡组里随机抽取一张装备魔法卡 我去这么古老的卡片 将这张巨大化装备 给电动工具龙来提升一倍攻击力 迪马克大骂傻批 巨大化的效果 必须是自己的生命值 比对方少时才能使用 现在双方生命值一样你玩个毛线 怎么办 手里就这四张卡 只能用电动工具龙的效果来狗一狗了 将其转弓为首 然后结束回合 轮到愈发觉得无聊的迪马克 继续命令原魔王攻击电动工具龙 龙亚立即发动工具龙的效果 把装备卡送墓就能让破坏无效 迪马克自然不会让你得逞 打开永续陷阱卡狂吼的大地 让原魔王攻击手背怪兽时拥有贯穿能力 还剩2000点生命值 只能说迪马克你真的很菜 打个龙亚都打这么久 不过狂吼的大地还有另一个效果 被攻击的怪兽攻击力和手背力下降300点 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被打到这种程度 没想到骚年的目光依旧坚定如同路导 今天死也要保护妹妹 进入自己的回合后发动工具龙的效果 抽一张装备魔法卡 就是这张卡 把工具龙转手为攻 搭配这张装备魔法双重工具钻影剧 提升工具龙1000点攻 小手甩出3600度发起进攻 等等 迪马克以为双方攻击力一样 是要同归于近吗 天真 工具龙身上有装备卡 是不会被破坏 所以被灭的只有原魔王 迪马克笑笑表示困到想睡觉 发动陷阱卡暗物质 当几方场上的同调怪兽被破坏时 将卡组上方的两张卡 当作怪兽盖在场上 龙亚一看感觉不妙 把另一张装备魔法卡力量 转换器装备给工具龙后结束回合 轮到迪马克 说起来还得感谢龙亚灭了原魔王 如此一来召唤地妇神的条件就激起了 将覆盖的两只怪兽作为祭品 还好作为决斗者的玩家的灵魂 不会被作为祭品 否则都不用玩了 游戏王第五只地妇神降临世间 此神不受魔法陷阱的影响 而且不会成为攻击对象 同时墓地里存在八只怪兽 根据场地魔法的效果攻击力提升800点 先军一发之际龙亚甩出装备 魔法力量转换器的效果 通过将这张卡送墓 把电动工具龙攻击力的数值 增加到自己的生命值上 代价是工具龙会变成灵弓 好聪明的小子 用提升生命值来熬过这一拳 关键时刻龙可在精灵世界完成了副本 释放了古妖龙内被封印的灵魂 在魔法师的帮助下返回了人类世界 龙亚已经被捶得快不行了 龙可中途接过战斗 排局终于回归正硅 龙印者与暗印者的真正对决现在才开始 迪马克无所谓对手是谁 打开第二张永续陷阱卡咒妇牢 将一只同调怪兽无视条件 以守备表示特召到场上 骚年要特召的正是古妖龙 龙可咬牙切齿抽卡进入自己的回合 根据工具龙的效果 从卡组里抽一张装备魔法卡 将这张集中防御盾装备给工具龙 装备后除了攻击工具龙能造成伤害外 地副神直接攻击玩家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有点赖皮了呀为好克制的效果 最后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迪马克表示自己要赢了 地副神可不是只能攻击玩家的 发起进攻 命令地副神攻击工具龙 关键时刻龙可打开 凯撒常用的速攻魔法卡限制解除 将工具龙的攻击力翻倍 差点被反杀让迪马克失气得够强 情急之下把自己一只怪兽作为祭品 根据地副神的另一个效果让破坏无效 并降低对手一半生命值 而他要献祭的就是古妖龙 龙可等的就是这一刻 只要对方把古妖龙送墓 他就有机会将其拿回来 打开永续陷阱卡进一同调 当对手的同调怪兽 由于卡片的效果进目的时 就能无视条件将其特召到自己场上 古妖龙终于正式被龙可操控了 接着把装备卡集中防御盾送墓 来让使用限制解除后 会破坏装备怪兽的效果无效 轮到龙可的回合了 我去两个人一起抽卡了吗 发动古妖龙的效果 通过破坏掉场地魔法卡 来恢复自身一千点生命值 这一招可谓是绝杀 没有了场地魔法 存在地副神的效果都会无效 还没完 根据工具龙的效果 从卡组随机抽一张装备卡 把装备魔法化 痛苦为力量和火箭飞弹 分别装备给古妖龙和工具龙 大手一挥命令 电动工具龙率先开团地副神 迪马克大喊 你攻击力比我低知道吗 龙可自然知道 拥有装备卡的工具龙 不会被战斗破坏 并且由于装备卡的效果 让地副神降低工具龙的攻击力数值 接着装备了化痛苦为力量的古妖龙的攻击力 提升刚刚玩家受到的伤害数值 娇嫩小手一点宣布结束地副神的生命 自此龙应者首战告捷 古大地副神中的猴子被搞掉 迪马克战死 龙可也收回了古妖龙和他的小弟王子 接着只需把古妖龙卡放到 涌动机的控制装置中 就算搞定了四分之一的封印了 同一时间在涌动机内 鲁德格非常愤怒 迪马克这小子竟然如此没用 不过没关系 他还留有后手 骚年把此前救出来的波马 带到了地狱之门上方 并赐予他死刑 你没听错 真的是死刑 因为要成为暗印者必须先死 才能获得冥界的力量 于是波马被吊死了 随机邪神赋予他新的生命 成为新的暗印者 全新的地副神虎精出现了 鲁德格给出的命令 是让他去杀了游戏 另一边在卫星区内 靠近涌动机不远的地方 乌鸦竟然还活着 骚年靠着一个冰箱 躲过了此前的黑雾吞噬 这就很离谱了 街道上早已没有了 往日打牌的平民 所有人都被黑雾吸收了进去 他所照顾的孩子们也都死了 乌鸦痛不欲生 这一刻他发誓 要让所有的暗印者陪葬 万万没想到 刚拐过两个弯 就碰到了波马 只要是暗印者 乌鸦都不会饶过 于是二人之间的排局搞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